早前张柏芝在社交网 展示出儿子照顾自己的照片 照片中大儿子拖住婚水 过去的张柏芝还帮他剃呀 而相比起带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谢霆锋和王菲锋花雪月频频秀恩爱 网友纷纷猜测这组照片 是张柏芝在暗子枪生谢霆锋和王菲秀恩爱 近日2017年度赤扎乐坛流行颁奖典礼落幕 12年为在香港开进口的谢霆锋惊喜现场 全场观众直哭过瘾 有消息称 谢霆锋将举办百场巡回演唱会 消息一出马上连起大批粉丝关注 近年谢霆锋既没有开演唱会 也先少拍戏 反而在除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次重回歌坛可以说万众期待 预计将会以酬劳收入囊中 消息刚出没多久 张柏芝就在IG发声 没用的男人注定是没用的 并配上后背的文身照作为配图 以此枪声谢霆锋这次重回乐坛 这一番犀利文字火气十足 不少网友在底下留言安慰 你有家人宰宰Fans已经够啦 显然一句话不足以表达张柏芝丰富的内心独白 他又在底下补充了一句 愿意欺骗全世界甚至呼自己都不愿意醒来 或许有网友会疑惑 为什么张柏芝要晒着张文住自己名字的文身 其实张柏芝的这张文身 照作表明了自己枪声的对象 当初和谢霆锋结婚时 张柏芝后背这个位置的文身并不是自己的名字 而是一对飞鹰 谢霆锋也有同样的文身 但就尴尬的是 文飞背后的文身也是一对飞鹰 虽然三人飞鹰的纹路并不全人相同 却诉说了三人扯不清的关系 离关后 张柏芝把肩部的文身 改成了自己的名字 并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正是张柏芝如今晒的这个后背文身 离关后的张柏芝 成为单妻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之间没有归宿 而谢霆锋和王妃重新在一起 如今更是重回乐坛再迎事业高峰 或许就是张柏芝多次枪声谢霆锋的原因吧 但其实谢霆锋并非张柏芝所说的一无是处 谢霆锋十六岁出道就是乐坛的天之骄子 多家唱片公司抢注药 1999年 谢霆锋推出首张国语专辑 谢谢你的爱1999 专辑也推出马上在两岸桑的引起了极大反响 谢霆锋一跃成为世界末新超级偶像 亚洲小天王 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叛逆偶像 随后几年 谢霆锋横扫乐坛大小十几个奖项 专辑被七个国家地区发行了十余种版本 人红是非多 出出道 就通过音乐走向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巅峰的谢霆锋 2002年因为顶包案发生后 形象一下子跌入谷底 之后谢霆锋转战内地 专心演起了戏 谢霆锋曾经说过 要同时做好唱歌和演戏这两件事很难 比起唱歌他更喜欢演戏 但近十年谢霆锋几乎没什么音乐作品 也很少影视作品 反而专心研究起厨艺 直到近日再次重返乐坛 谢霆锋对音乐的不甘心 疑似对应上了张柏芝的大剧 愿意欺骗全世界甚至乎自己都不愿意醒来 谢霆锋的事业经历 似乎隐约叶和演员张柏芝 歌手王菲这两人的恩爱纠缠 有说不清到不明的联系 张柏芝如今频频在社交网站上 以善儿子善辛苦 或含上摄影的影射谢霆锋 或许只是一个失去爱情的女人 表达内心真实想仿的方式 但毕竟谢霆锋和张柏芝这段婚姻已经过去多年 谢霆锋也重新选择了王菲 更是 谢霆锋